本土疫情升温 医院成了一级警戒区 早就已经实施管制 禁止陪病探病 北部却有民众碰到这样的事 台北一名杨小姐在脸书社团po文 她说 她说姐姐之癌末病患 一号身体状况恶化之后 从云林住家送到医院 杨小姐从台北坐高铁下来 准备要到医院陪姐姐 护理师却说 从台北下来的不能进医院 因为台北现在是重灾区 杨小姐表示可以自费裁减 如果没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护理师直接回绝 还向她说从台北来 要先自主管理14天 才可以说是医院最新规定 让杨小姐相当无奈 没办法陪癌末姐姐 只能在家肝着急 认为台北因为疫情严重 所以就被标注 连陪同病人的权利也被剥夺 难道住台北错了吗 医院她有她一定的考量 而且我们讲的现在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机 北部有很多染疫自己不知的 不过实际询问云林县内各大医院 并无接获这个案例 但都表示不可能会请家属 回去自主健康管理 就能够进入医院 因为根本无法证明是否落实 像是云林台大医院和基督教医院都规定 如果遇到病患有危机情况 家属可以在医院直接做快塞 而北港马祖医院表示 如果院方已经发出病危通知 家人只要插健保卡查询 有没有旅游史接触史 是不是被匡列 如果都没有就可以进入 毕竟面临家人生离死别 只要遵照规范 确定身体状况OK 都会尽可能不会让家属留下遗憾 为了保护最爱的七小 急诊医学科主任洪子瑶 从16号开始就离开家人 至今已经超过半个月 但令她更难过的是这件事情 宝贝女儿的生日改为视讯庆生 短期内无法陪伴孩子跟太太 就连一个便当都能让她想起 和家人用餐的温馨时光 如今医护必须站在最前线抗议 一方面也得忍受 不能和家人团聚的孤独 一定是每次交谈之后都会说 说爱嘛 就是爸爸爱你啊这样之类的 但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参与 爸爸爱你 短时间内只能透过手机传达 无法陪伴家人的 还有胸腔科医师何建辉 全家人穿着和服庆祝女儿抓州活动 疫情爆发后 何建辉医师的太太和刚满一岁的女儿 和她暂时分开交由岳父岳母照顾 因为疫情短期内被迫缺席女儿的成长 尤其现阶段医护工时长压力大 何建辉透露每次想念家人时都会点开照片或是视讯 填补内心空缺 或是把这份思念变成对家人的叮咛 太太叮咛说 希望就是她可以在南部也要注重自己的健康 然后保重身体 医护每天处在高风险环境 为患者日以继夜的工作 同时被迫牺牲和家人团聚时光 只盼这场疫情能尽快看到终点 TVN新闻周玉峰 无数来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N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有手机下载 TVN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